这才是最实用的卧室设计 以前传统布局 卧室只能放下床和衣柜 两边过道还很狭窄 书桌也无处安放 角落柜门还被床头柜挡住 不如这样做 一 把床靠墙放 更有安全感 二 窗边定制转角桌 一边是办公桌 一边是梳妆台 三 角落设计双边柜 一边收纳书籍 一边放化妆品 四 另一侧做组合柜 角落放书籍摆件 中间放衣物被入 右边放包包收纳盒 五 把房门右移 门后再做大衣柜 衣物再多都能装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盒籍 未来五年最流行的玄关鞋柜 一 要装可视门铃和一键开关 出门一键关灯 二 门边设计换鞋凳 坐着换鞋才舒适 上方还能挂外套包包 顶部放日常杂物 底部放长穿拖鞋 三 再做到底高柜 上方收纳鞋盒 中间放绿纸摆件 再做两个小抽屉 放钥匙等小物件 下面放短靴运动鞋 关上柜门不落灰 底部放长穿鞋子 四 连接到底鞋柜 顶部收纳杂物 下方装旋转鞋架 鞋子再多也不怕 五 以前侧边缝隙不美观 那就做牧师面完美隐藏 搭配灯带 美观又时尚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三年后两个孩子一间房 一 方刚定制床架 铺上大床垫 两个孩子分开睡 二 中间储物室台阶 既增加收纳 也方便上下 三 床下定制转角桌 一起学习不拥挤 四 另一侧做储物柜 收纳百科全书 铺上大地毯 孩子有大大的活动空间 五 把房门左翼 门后坐满墙衣柜 两孩衣物轻松装下 装上柜门美观防尘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这才是年轻人喜欢的阳台 一 定制洗衣池 嵌入洗衣烘干机 上方超薄一体盆 洗衣更顺手 二 先包下水管 再做组合柜 下面放置脏衣篮 上面放洗衣用品 好拿好取 三 安装横向亮衣架 衣服洗完直接晒 四 另一侧做储物柜 安装洞洞板 收纳家用工具和日常囤货 关上柜门不落灰 五 窗边设计折叠桌 打开就是小吧台 喝茶赏景两不误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全小区都羡慕的餐边柜 以前传统餐边柜 里面各种开放格 容易机灰难打理 旁边高柜嵌入冰箱 突出一截很不美观 试试这样做 一 先做到底餐边柜 收纳茶叶酒水 关上柜门不落灰 二 中间贴礼石 设计上班柜 收纳瓶瓶瓶罐罐 玻璃柜门好拿去 下方安装管线机 方便喝水泡茶 三 另一侧做加厚高柜 完美嵌入冰箱 四 中间用斜角柜连接 解决厚度不依问题 美观又整洁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这才是2023年流行的阳台 一 管道先包隔一面 再做组合柜 二 红砖气体台 贴瓷砖嵌入洗红套装 耐用右防潮 薄柜放洗衣用品 三 左边定制洗衣池 嵌入台下盆 再装壁挂洗衣机 方便洗内衣裤啊 四 去掉过门时 也不贴小块防滑砖 而是大砖通布置阳台 空间延伸更大气 五 布装老式亮衣架 挡光还难看 而是座物主灯掉顶 嵌入隐形亮衣架 平时收起更美观 六 另一侧做储物柜 放家用工具和日常杂物 装上柜门不落灰 七 角落设计开放格 放书籍和摆件 连接做小吧台 方便居家办公 进入主页查看 更多装修合计 这才是年轻人喜欢的阳台 以前阳台只能晾晒衣物 寄挡光还难看 不如这样做 一 不做传统洗衣池 而是包管坐立柜 收纳洗衣用品 好拿好取 二 在做砖器洗衣池 贴磁砖 上方一体式台盆 耐用右防潮 嵌入洗衣机 洗衣更顺手 三 上方横向亮衣架 衣物晾晒更方便 装上拉帘更美观 四 窗边折叠亮衣架 枕头被褥也能晒 平时收起省空间 五 另一侧设计吊柜 收纳书籍摆件 下方定制书桌 方便在家办公 再嵌入旋转吧台 品查赏景两不物 进入主页查看 更多装修合计 这才是最实用小厨房设计 一 不装传统油烟机 而是要装集成灶 一机多用省空间 二 以前调料都堆在台面 时间一久乱糟糟 不如缩短吊柜 增加上翻柜 收纳油盐酱醋 台面更整洁 三 转角装大角度荷叶门 开口更宽 一目了然好拿取 四 窗台下落 台面延伸 洗菜刷碗更宽敞 五 角落延伸小吧台 上面放小厨垫 下面放收纳栏 再做一层置物架 食材干货好收纳 进入主页查看 更多装修合计 卧室太小怎么办 本案例2.5×2.6米 一 靠窗放牌骨架床 舒适透气不反潮 二 床下设计大抽屉 日常杂物好收纳 三 床尾坐通常桌面 方便放睡前物品 两边对称是立柜 书籍摆件都装下 安装百叶帘 阳光不刺眼 四 底部薄柜放收纳盒 关上柜门不落灰 五 中间延伸悬空书桌 学习办公两不误 六 床头坐到顶衣柜 衣物被褥都能装 日常收纳全满足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